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妹妹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一中醉拉麵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很高級的店家,那我們就來嘗嘗看 連車子都那麼高級啊 那這個是全部的菜單 這邊是用餐虛吃 好,你好,那我們兩位 謝謝 好,謝謝 哇,這看起來很高檔的感覺啊 小姐,你好,請問一下會餐廳的拉麵要怎麼點 那這裡是中間店 這邊有一個店裡可以先套餐 那我們來這邊地上會是一個套餐 湯山裡面會有一碗拉麵跟一個月光寶盒 拉麵的部分裡面我們會有 脆皮乳花、叉燒跟糖心蛋 那寶盒的部分裡面是台灣的月光 搭配來是日本A款的朋友 那我們基本的部分會是沙拉 如果想要換其他部位的話都可以在家家換購 那拉麵的部分我們目前有三種口味 味噌、醬油跟鹽味 那如果想要像海豹上面一樣有海鮮的部分 或是炙燒的部分 都是從下面做追加 是 那我們還會有小菜的選擇 比如說像唐洋雞啊 芥末章魚 柚子蘿蔔 或者是其他飲酒類的飲料都可以參考 那最後決定的話就幫我用QR Code掃描去看就可以了 好,謝謝 那你們的店名很可愛就叫什麼玉中醉對嗎? 對,我們叫做玉中醉 那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的副作裡面會是像是說 副作品有些種醉的東西 那其中有一個醉叫做餐食醉 那我們會希望大家完全換下來吃餐食醉 所以所有的餐店都市場 都質量很高 像是路線高 所以大家可以把你的餐食醉 都質量很高 所以像我們背後這邊都會有趣 這個翻譯就是 一聲 就是要開始 開始 很有趣 好,謝謝 好,那我們就直接點 它是掃QR Code的 這個光寶都看起來很讚 然後再前來看這個料理製作室 是一種享受 一種享受 一種最喜歡的 Cm2 3 1 2 4 2 我們還要炙燒過這個脆皮蛙肉了 我們來炙燒的火鍋 現在是炙燒的火鍋 炙燒的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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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吃一沙拉 好,叫它本身和牛的油脂啊 哦,这个牛酱会是一个渡口即化的口感,香香之外 我们的香味的话,就不用受洗澡的口感 牛肉的话,就像是半生酸的口感 这场的公司看出这个和牛的美味的 热烈 牛肉的话,会像大理石 会翻过两句 看,翻过超高级药零 这个有道超高级药零 牛肉很美 那这个牛肉是? 这个是给我的日本鹿鹅岛的牛肉 鹿鹅岛 阿妹啊,超高级啊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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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片的话,可以搭配碗 酸,辣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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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次烹饭 可以一次烹饭 噢,我的天啊 先从这个辣面开始 这个是? 超高级啊 它这个是厚皮脆皮骨蛙肉 肥肥肥肥肥肥肥 油亮亮 油亮亮 然后呀,师傅我的吃到了先从 многian 让我 rescued the whole piece 也都介绍非常的详细 这就是豚肚的汤頭才会这样 噢 着 part 又酥脆又好吃 超美味的 有那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這燒肉吹到爆炸 這個燙頭佔到不行 好好喝 整個吃起來就是一種享受 雖然是拉麵 但是感覺已經到了五星級的感覺 謝謝 這個是我們的炙燒天使蝦 然後它是生食等級的 所以我們炙燒的方式會是轉身熟 恩 謝謝 這海鮮我先來 炙燒天使蝦半身熟 超高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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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完全把那個甜味炙燒出來 還有香氣 真的很棒 超看的 這個店主人對食材相當的了解 吃起來相當的過癮 這蝦頭又甜又香 讚 超好吃 每一口都是那個入口即化的感覺 像這個拉麵中的勞斯來士一樣 每一口都讓人就是回味無窮 在這個 茶燒肉 這個油脂好香 還有這個炙燒的香氣 剛剛好把這個食材味道帶出來 真的很棒 這個燙性蛋蛋 嫩嫩嫩嫩嫩嫩嫩 阿妹阿 就是我喜歡那種熟度 手跟熟 嗯嗯嗯 好棒 好像融化這個拉麵海的內液 好,裡面的食材跟這個高湯都互相呼應著喔 在口中就是千變萬化這樣喔 真的很棒,然後這個拉麵很Q彈,在口腔中彈跳的 真的很美味 這個湯頭真的超讚喔 真的好棒,120分的美味喔 超好吃的喔 他在開箱這個月光寶盒 哇喔 他說叫我加這個對不對 加麵 啊,sorry,剛剛那個麵太好吃,我跟他加了 我們小菜的部分,拿起來看看 這個部分,蒜片建議是搭配著和牛 蒜泥紅薑,我們自製的辣菜跟辣醬 建議就是依序放到湯頭裡面 它不同的層次,或是吃起來會有不同的口感 對,那如果愛吃辣的話 我們自己自製的辣菜跟辣醬 是分享出一件加到拉麵裡面一起享用 是,那謝謝 剛剛沒有加進去覺得這個拉麵超好吃的 真的,謝謝,最是喜歡的 對,超讚 謝謝,那因為是開幕嘛 所以晚上的時候都會交代客人和一杯清酒 那這是什麼牌的清酒嗎 這是 大五啦 好,謝謝 好,謝謝,那這個飲品酒,讚 因為剛剛那個湯太好吃了,所以我剛剛沒有加料 就吃下去了 好,那現在補架一下 好,其實不加也很好吃 好,現在把這個配料都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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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多一種層次的變化 就會有多一種層次的變化 好,看個人喔 有多一種口感 但是 其實我比較喜歡原味 原味就很棒 好,光原味這個高湯 高湯就很清甜 我是覺得不用加 個人覺得 好,那我先吃原味的 鹿鵝島 樂眼 好,其他 就是一整塊 然後半身手 嗯 入口即化的感覺喔 講誇張的,像血一般融化在口腔裡 我還是加好了 蒜泥跟這個 蒜片 還有蒜泥啊 我在猜其實應該不用加一個好吃 那本身就很美味了 好,加加看 牛肉真的超讚的啊 牛肉真的超讚的啊 其實我覺得加一點蒜泥就好了 食材本身就很高級了 一點點蒜泥就很美味喔 一點點蒜泥就很美味喔 就輔佐出它牛肉的那個 甜味跟香氣就可以了 嗯嗯嗯 好,家店真是我目前吃過 拉麵當中最高級的店家 都 食材都是剛剛好 剛好帶出它那個原本的食材的原味跟甜味 可是當你 有那種 哇 超高級的食材 在你口腔中炸開的感覺 真的很棒 從一開始到結束就是滿滿的精態 這個 收拾米也非常的美味 月光米 真的很棒 超好吃 好,一早說他不敢吃 太丟了 這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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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 這個牛肉是嫩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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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那馬上 還給 מה 哇 嗯嗯 這個油脂跟肉質都非常棒 超高級 完美 但是 就是,東西都很完美,價錢會很完美 好吃 還有鹽冰酒 做這個酒也很棒,入口很溫和 很解密的感覺,剛剛好 完美的結尾 日本清酒在日本有叫做生命之水 讚 這不是很美味 超好吃 但是價錢會超完美 也會 但是真的是超無影響上的美味 那價錢就已經快破千了 濃厚豚骨湯,一種醉 然後配上完美的月光寶盒 真的是超完美,美上加美 建議這個一定要來吃一次的攤食醉 讓你對這個拉麵有重新定義喜開的感覺 這變成我心目中拉麵高級拉麵的第一名 來場地,請說 好,我想一下 好,請說 像我們的清酒上面也都是蠻高的 很大的 是 可以看到樓下是不是炭麵酒 下面這個是我們想用現在 就是裡面會有金粉 金酒 那我們那邊也是有 很高的金酒的訓程 所以讓我們這邊除了吃 然後捏粉之外 就讓我們好吃 目前我知道清酒 比較了解的是大關 大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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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甜甜的選項 是 對,然後剛好 對於我們這種遊戲 這樣很高的餐點 都是很搭配 是 謝謝 讚 都可以 來,請說 對,像這東西可以吃到四個人 然後有一個 所以我們拉麵醬的搭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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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也希望在這裡有一個 把這樣子的文化通往我們 對 是 好,那就希望各位朋友 來東去的話 就來嘗嘗看這個 摊食醉 對 一定要來我們店 買這個摊食醉 是 然後高掌拉麵配上這個 月光飽和多種選擇 再配上好喝的金酒 是一個 生命時段 一個小小時段的享受 謝謝 真的 爸爸 讚 好,就讓你的 口腹肌 有一個重新的認訊 好,那也謝謝妹妹親切的解說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掰掰